该地下电镀工厂隐藏在屏东市郊区城内设有2套8公尺长的电镀槽图屏东县海保局提供分享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今天表示 5日查获一家隐藏于屏东市郊区的地下电镀工厂 该工厂并未申请工厂登记及水污染防治许可证 环保局将以水污染防治法规定采取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还 并将处分停工 屏东市海峰街一处地下电镀工厂日前遭民众多次陈情 环保局调查发现没有申请工厂登记且位于国有的内 四周设有高墙且大门紧闭 外观还假装为饲料仓库 因不定时作业让环保局多次机查扑空 该采密警埋伏查器才终于逮得正着 机查人员发现该电镀厂内设有2套8公尺长的电镀槽 但没有设置废水处理设备 仅将废水储存在两黑色塑胶桶内 经现场检测废水 PH值为2 55 未强分废水 但未查获该工厂有偷排废水情形 环保局指出业者并未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发废水主流许可证 禁字将电镀废水储存于场内将依法裁处罚还并处分停工 环保局表示针对水污染案件除平时主动办理机查外 屡次陈情案件更成立专案加强查器作业 呼吁业者切勿心存侥幸 民众若发现偷排污染行为 请拨打环保局公害陈情专线电话 0800-0666666或7351 928简举 共同打击污染犯罪 机查人员发现地下电镀工厂将废水储存在两黑色塑胶桶内 图屏东线海报局提供分享